将来关注儿童跟青少年福利的人权团体儿福联盟被网友揭露 在台北市内湖科学园区花了3.7亿元买下一整整的办公室 要来作为儿童人权与儿少福利发展中心 但这样的消息一出引发轩然大波 隔了一天儿盟执行长大动作开记者会上火线来澄清 强调每一年多数的收入来源是民众的小额捐款 但是一年下来会有大约2亿元的盈余 他们是扣除了专款专用的项目之后 以情况来提拨出购物基金 而且所有的财务报表都是透明化 也加入了自律组织开放让大众解释 我常常都觉得说我们就是一群那个 愿意为孩子努力的 的狂狼这样子 讲到激动处忍不住落泪 向来关注儿童青少年福利的人权团体儿福联盟 被网友发现赤资3.7亿 埋下台北市内湖科学园区的整层办公室 结果引发轩然大波 隔了一天儿蒙执行长白立芳 大动作开记者会上火线澄清 服务据点它不是一个办公室 它可能办公空间大概占35% 捐款的话其实我们还是 除了指定捐款的专款专用 那每一年我们一定是提供服务为优先 表示过去曾经多次搬家 才会想要购买新场所给员工一个稳定的工作环境 但民众最想知道的是自己的捐款 到底有没有被儿福联盟拿来缴房贷 坦诚每年的多数收入来源是民众的小二捐款 而福联盟表示以去年为例 总营收约为8.4亿 其中约有1%是政府补助 还有1%是企业的捐款 其他大多是民众捐款 一年约有2亿盈余扣除捐款专用项目 以情况播出购物基金或是为其他服务准备 那我们沿着捷运双北都找了 然后但是就是一直都没有顺利 表示不知道这个地段属于精华地带 只是想抓住机会 更强调所有报表都透明 也加入自律组织都开放大众检视 而萌出面含冤只希望买房风波能早日平息 江湖一许从台北才有报道